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集节目 那今天呢我们预计要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 当存股族变成了存债族 现在买债真的是稳赚不赔吗 待会呢我请到现场的是 现在有7万多人订阅的财经型的YouTuber叫清流君 那清流君呢他其实是非常 着重在于像是ETF啊 还有指数投资资产配置 他的很多的影片都是数十万数十万的点阅的 所以待会呢我们会请他来跟我们一起聊一下说 现在买债真的是稳赚不赔吗 好那同样的快速先带大家来盘点一下 我觉得这个礼拜蛮重要的一些财经新闻 大家应该要知道的 相信这阵子大家应该都在参加尾牙 那么参加尾牙的同时呢 很多的大老板就会来发表一下 这个产业的一些想法 周末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来关心的是红海了 红海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也举办了他们的尾牙 那这一次尾牙他们也很特别哦 他们是线上嘉年华连线了台湾 大陆越南墨西哥印度全球各地的员工 一起来共襄盛举 一起有些表演节目来拜年 那重点是他们还蛮大方的哦 他们现金奖最大奖 100万抽出了20位 还加码临时加码了500万现金奖两位 那这是他们昨天的这个尾牙的活动 那重点是其实红海在去年的合并营收 2022年其实首度跨越了6兆元的关卡 达到了6.62兆元 其实年增10.5% 是续创新高的 那么董上刘洋伟呢 在这一次的望年会上头 他也有说 他说红海在全球布局 预计会在今年 也就是2023年陆续的开花结果 他们主要的三加三呢 也就是电动车 数位健康 机器人三大产业 另外还有三大技术 就是人工智慧 半导体 还有新世代通讯 他们认为在2023年 都会有更多的新客户加入业务 也会更加的多元 那同时呢 其实大家也发现了 红海近年在ICT的全球布局 除了这个中国之外呢 他现在开始也深耕印度市场 然后越南也成为红海 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的生产基地 那么在电动车方面 红海陆陆续续有很多动作 包含在台湾 在美国 在泰国 在印尼 甚至是沙拉底阿拉伯等等的国家 都建立了电动车相关的生产基地 那么这个红海的电动车相关的布局 也有望在陆续这几年 可以慢慢的开花结果 这是红海在昨天尾牙上面 透露出来的一些讯息 那刚刚也说了 这个礼拜再两天 这个礼拜台股只有两天 就是今天跟明天 那上个礼拜 因为法说会 台积电很重要的台积电的法说会 创造出来了一种感觉 是上半年利空成真 但是放野下半年复苏的氛围还蛮强的 所以法说会后的股价带动了台股续扬 现在呢 来看一下在今天礼拜一 台股目前开盘是上涨超过100点 努力要往万五来做前进 那如果呢 能够站上万五 可以说是对于今兔年的行情 会更有期待感啦 不过比较有意思的是 就在法说会之后 其实礼拜五的时候 外资是有在回补台积电的哦 外资法人在礼拜五的时候 大买了4.9万张的台积电 这个数量其实是2020年4月以来 买超最大的一笔幅度 但是只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目前借券卖出的张数 依旧维持在3.56万张 还没有大举回补的动作 也就是说在法说会之后呢 我们看到外资目前对台积电的态度是 在现货市场有持续的买超 但是之前借券卖出的数量没有大动作的回补 好这个是外资目前 不过我有看了稍微看一下外资的一些报告 目前啊外资普遍对于台积电的股价 共事是落在大概550到650元的区间 那目前来看一下今天的台积电 现在上涨6块钱涨幅1.2% 是来到了506元 这是台积电的部分 那再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 美国的联准会 上个礼拜四的时候 美国公布了12月的CPI嘛 那时候是比去年同期上升了6.5% 是已经连续6个月的下滑了 而且是2021年10月以来的最低 那再加上一些就业数据 也都感觉到越来越比较偏 比较有修正比较稳当 比较偏温啊 只能说降温啊 只能说降温 也因此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市场消息 认为说联准会啊 今年整个2023年顶多升两码 这样的一个几率 目前在Fed Watch当中 高达九成的比例是这么认为的 那也就是说终点触顶 目前从原本的5%到现在 普遍的共识市场共识 大概是到4.9%左右 那甚至在Fed Watch当中 有不少的这个几率是认为说 在今年12月 也就是最后一次联准会的时候 有可能降息 而认为会降息的几率 其实达到了六成之多 这个是联准会在上个礼拜公布了 应该是说劳公布 在上个月公布的CPI之后 大家现在对于联准会 接下来的利率的预期 那再来讲到了要过年了 先来透露一下 只捐我呢 过年的时候要去澳洲过年 那也有很多朋友应该近期都跑到日本去了 也很多 那讲到了日旅元 还记得去年大概10月11月的时候 那时候日旅元非常非常的低 低到我们常说 你这时候是25 30年以来的新低 好像不买点日元存起来 好像有一点说不过去 就为了你到时候要去日本玩的时候 留一点盘铲 不过转眼之间 这样子的汇率的表现就立刻反转了 以这个日元来说 近来从10月的那个低点开始翻扬 到目前为止 其实已经翻扬了超过16%的幅度了 现在正在咸鱼翻升 可以说是来到了7个月以来的高点 也就是从原本的150 140 130 现在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来到了1美元兑 127.87日元 这是比10月底的谷底翻扬了 超过16%的幅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那个时候 先存好 先抢好一些便宜的日元 到时候大家去日本玩的时候 还可以用到 最后一条新闻想要跟大家来分享 是早上我看到一条还蛮有意思的 不知道大家之前 有没有在关心那个ChapGBT 但是呢 今天看到一条新闻是 全球首个AI机器人律师问世了 而且他下个月要出庭打官司 这个是CBS的报道 他说全球第一个AI机器人 下个月会要在美国来出庭 那个罚单抗告的一个官司 这个AI律师很有趣 他的机制是 他其实就是一个APP 那这APP还在接收法庭资讯的时候 他会立刻做一些辩论的一些资讯 然后把他这些资讯 用耳机的方式传到被告的耳朵里头 他的机制是这样 但是很多的法院其实是禁止带手机 或是带任何的联网装置进到法庭里头的 所以为了要来测试这样的一个APP到底管不管用 所以他们还特别找了一个能够允许带AirPods出庭的一个法院 那预计在下个礼拜的时候就会正式的AI律师要来出庭 那到时候再来看一下他到底有没有办法 给出拥有法律见解的一个 一个AI律师 他们正式的律师会被取代吗 蛮有意思啊 虽然我个人是觉得短期之内不太可能 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技术的突破 还蛮有意思的一条新闻 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了 好马上来介绍一下今天在我身边 我请到的 我刚刚跟大家介绍了 是理财型的YouTuber 金刘君 哈喽欢迎 哈喽 业主播好 要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哈喽 好 金刘君今天来到现场 其实他非常的认真 他帮我们今天这个题目 因为我给他的一个题目是说 存股族现在纷纷变成了存债族 因为很多人都说现在其实是买债券的一个很甜甜的时间 那很多人认为说买债现在是稳赚不赔 可是你有不同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蛮好 反正就是跟大家激荡分享一下 那你今天也准备了很多的图卡 所以待会呢 呃您觉得哪一些题目要配什么字卡的时候 也同时告诉一下我们的小编 那我们今天在我们的YouTuber上面 也会同步来跟大家做一些解析 好 第一个问题我就直接来问一下来挑战一下你了 其实你算是蛮逆风的哦 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主流讯息都告诉我们说 要买债 是要买债买公债买投资等级债 那个那个概念很简单啊 因为以前你承受比较低的风险 那个殖利率都不会太高 所以就是比较一个低的风险 可是大家告诉我们说 当年准会都到了4.9% 到了5% 这样的一个数字的时候 哎我的勾债也提上来了 嗯 哎5%这个数字 我存股也大概就是这个数字了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我买债根本连那个股票的那种波动的风险都不需要这么高 可是你觉得这个事情会有一点点 通信投资级公司债化 他目前的殖利率大概是5.64% 对啊 其实比股票的高啦 嗯 对 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迷思就是 他们会想要 用这种到期殖利率来去推他们之后的报酬率 是 因为我来上这个节目之前 嗯 我大概把市面上各家的投资达人的论点 嗯 刷了一遍 是 可能 就是是 YouTube上比较热门的 是 可能什么主播啊 什么老师 什么达人 是 都把他们看了一遍 是 看完我就 蛮傻眼的 嗯 就很多他们达人会用 债券的 不管是ETF 对 还是一档债券 他的到期殖利率 来去推他们每年会配多少息 是 可是这样算法是不对的 怎么说 因为你 一个债券他的配息率是看他的什么 当期的收益率嘛 嗯 可能我们假设一档债券一千块 然后他的票面利率是5% 嗯 假设我们现在950块买进 嗯 然后我们一年 每年收到50块 这样我们当期收益率 也是我们的配息率 大概也就是5.2%多 对 那假设那档 只利率7%好了 是 可是我们不应该用7%来算 应该用当下我们买进的 这个950的配息率来算嘛 是 当期收益率 是 所以不应该是从到期殖利率来看 他的演化 他我们的现金流 可是如果以他现在的这个 呃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其实他的呃债券的价格 其实也是低的 所以如果你按照他原本这个票面上 会给出来的利息的话 你就回推来 其实他的利率是漂亮的呀 对 嗯 可是最大谬误就是这样 嗯 你只看这个 债券的到期殖利率 他是长期平均下来的 嗯 因为他当时数学是怎么算的 像一档债券或ETF 他每年会配息给你 对 然后我们当下付出的那个价格成本嘛 嗯 最后会还给我们本金 嗯 我们算他内部报酬率 回推那个YTN我们知道 可是那个是 你要持有到期 我懂你的意思 你的那个概念是不是说 其实假设 呃一档呃债券型的ETF 如果以我们这些投资级公司债来说 其实他的存续几年价大概也都十三 十几年以上 嗯 好 那意思就是说 除非你有把握 你要把这个ETF 放十年 你才可以拿得到 你现在大家所说的那种什么 5%以上6%以上 这样的一个殖利率 如果今天你买进 根本你其实就只是要放个一年两年 那你根本就不能去相信你现在 你以为你可以拿到的5%6% 是这个概念吗 对没错 他的是持有到期的年化报酬率 是 也不等于当下的配息率 嗯哼 那大部分人投资债捐 他们是所谓的进可供退可守 对 进就是什么 他们预期说 今年或明年 那个连准会降息 或者遇到经济衰退 嗯哼 资金可能涌入债市 那么债券的殖利率就会下降 对 然后赚那个价差 资本利得 是 可是你跟你当初你进场的那个 目标可能有脱钩 是 你可能为了那个殖利率进去 结果进去都想要赚价差 是 那就违反 违反你当下的那个 长期持有的目的 嗯哼 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 呃 大家应该要能够理解 而且或者是说在你买债券之前要知道 并不是说之前那些专家说的不对 而是说他其实有一个前提 大家忽略了 嗯 就那个前提是说 呃 假设你今天买的是现在也很夯的00679B元大美在20年好了 现在有台湾项目穷破3万的受益人就是表示买这个档的是非常多人的 那其实呃他目前他其实就是一个呃我看一下他的程序区平均来说是17年左右啦简单来说如果今天你要锁定你以为你想要的那个利率 前提是你在买进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那个利率的前提是你就要给他放个17年18年20年你有办法做到吗 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放这么长期的话或许现在大家所说的那个很高的利率其实你在短时间之间你可能拿不到 嗯 这是你特别想要提醒大家的 其实我们投资看的是总报酬 对 也就是资本利得加利息嘛 嗯 你不能只看他的利息 你当下可能因为升息降息波动 嗯 利率风险会影响到你的 因为大家可能那个达人们都推一些ETF 对 那债券ETF他们价格你要去看他的波动 嗯 这样来回波动资本利的受损你根本就没有赚到钱 嗯 总报酬还是亏损 所以难道在现在比如说我们在2023年的情况之下 呃大家都告诉我们说其实呃前景还是没有那么的那么的明朗 嗯 那所以大家会觉得说我先从跌跌多的债券开始会稍微比较稳一点点 你觉得这个方式不可行吗还是 嗯 嗯他们会觉得债券跌多现在很好进去 对 可是你要想任何投资背后都有集会成本 是 那你资金万一进去被套牢 因为像很多达人他们可能从去年年初就开始推这种债券了 嗯哼 那推到现在一路降 那你资金就不是套一年了 嗯哼 那万一今年又再套一年了 然后这时候股市又反弹 然后你就没有现金去买可能股票之类的 对因为没有子弹可以打啊 哦好这样的一个背后的时间思考我觉得跟我们原本对于在想要买债券那个想法不太一样 我觉得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也可以把它放在心里来思考一下 所以你觉得对于如果听到虽然说听到这里他还是觉得我还是很想买债券 如果还是很想买债券的这样子的一个投资朋友的话 那你会觉得我们会需要有哪些应该要有的一些观念或是一些投资的方式配合一些你今天搭配一些图卡想跟大家说明的 好我们现在讲解一下我们看第一张图 嗯哼 第一张图是说明连准会当他的升息循环 告一个段落的时候这些常供债他们的报酬率 OK 从左边这张图是升息循环完毕的六个月 嗯哼 你看他们报酬确实蛮高的而且都是正的 而且很多次都赢过大盘 对 半年的报酬率 就相比SMP500指数 那右边这张图是升息完 然后一年之后的报酬 你看也是蛮高的 是 你说比较短的蓝色的左边的蓝色柱状那个是 哦左边我们看一下左边橘色 OK 橘色是十年公债的报酬率 公债的报酬率 然后那个蓝色是他们国库卷也就比较短债 然后橘色是常债 OK 右边也是 嗯哼 右边绿色是常债 然后那个升蓝色是短债 OK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 因为这个是他 我调查 他连准会每次升息循环完毕 对 之后我们投资债券的报酬率 嗯 你有没有发现 很漂亮啊 没有一个是什么 亏损的 那你这样打脸你自己前面了耶 哈哈 没有 这个是明目报酬 是 我们还要考虑到什么 通货膨胀率 OK 像当时如果他们通膨高达七八百百百 哦 其实我觉得听到这里 我觉得那个 金融君你的概念是说 呃 当 2022年整个全部团灭了之后 也就是股票也灭 然后债券也灭 整个团灭了之后 到了2023年 其实 两者东西都在一个 差不多的起跑点上 那如果今天你的资金 要去做一个最 呃 有效率的运用 那你宁可选股票 而不会去选债券 其实背后的思考逻辑 是不是其实是这样 应该是我们 我们不要特别去比说 诶哪个好 债优于股 还是股优于债 嗯 我们就维持当初 设定的资产配置就好 嗯 你当初设可能 8比2股债比 嗯 或6比4 你就坚持下去嘛 哦 你不要因为这种 市场环境变动 什么总经 诶怎么变 老师怎么讲 你就随便调你的股债比 是吧 我懂了 我懂了 我懂这个概念 其实 呃 最后 换回来 就是我们原本的 资产配置的模式 假设我们是 比较年轻一点的人 我们可能就是 喜欢来个7 3 股票是7 债券是3 嗯 然后或者是 在中间一点 可能6 4 那保守一点的人 maybe是反过来的 呃 4的股票 6的债 秦永远军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你原本就是这样的资产配置比例 你不应该因为今年好像很多人讲说 哦 债怎么样多好多好多好 你就一直买债 然后去更动了你原本资产配置的比例 那当中背后原因还包含是 当2020全面集体团面之后到2023年 其实股票其实回 冲起来的幅度 maybe其实比债券还要多 你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去调整你的比重 嗯 是这个概念吗 对对对 因为现在很多主要论点是这样 嗯 就偏向战略性的资产配置 嗯 然后我们感觉现在债券胜率比较高 嗯 预期报酬比较稳 波动也比较小 相比股票 对 我们可能就原本设8比2股债比的 嗯 很多人就调整成4比6 对 或3比7 对的确很多这样的想法 对现在也是主流做法 对现在也是主流做法 我看也是这样 是 蛮多人都这样做的啦 嗯哼 他就把股市的那个资金 调到债市里面放 嗯 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目前对于股债配置的想法是什么 嗯 我们就坚守原本的配置 然后再定期债平衡就好 所谓的债平衡的概念是什么 就假设我们现在 欸 原本是设6比4的 对 那现在股票它跟 债券的价格会随市场变动嘛 对 那你去定期去看一下 欸 假如原本6比4的总金额 它们总市值 欸 突然就变成7比3 或8比2 啊 然后就把它调回来 对 对 调整成原本原来的6比4 OK 假设股票涨得比较多的话 股票变到8比2 原本6比4的话 我们就卖一些股票 把资金 把它挪到债券的地方 嗯哼 就是间接的债平衡这样 直接债平衡 所以你的你的 你的这个资产配置 其实不管是股还是债 其实你都是被动指数型 的ETF为主 嗯 有些是比较偏因子 嗯哼 对 这部分就是比较 要说明一下 嗯哼 所以其实哦 呃 我们刚刚有介绍清流军的时候 我说它其实主要是 ETF指数投资 资产配置 还有一个就叫做 因子投资 嗯 那我待会我要先进一下广告 因为待会我要先卖一点关子 因因子投资你需要一点点时间 来解释一下 那待会我们广告回来的时候 要请清流军军继续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他的因子投资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刚刚那一段的访谈当中 我们先给大家的概念是 呃 我们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疯狂的进债 然后改变了你原本资产配置的一个比重 那接下来到底应该要怎么做 还有到底什么是因子投资 先请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世界一把抓的节目现场 我是梓娟 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 非常含金量很高的才进行的youtuber 清流军 他现在在youtube上面已经有 你的频道有大概有超过7万人订阅 7万订阅 好 你还是菜籍啊 不不不不 你是什么什么什么 你是什么样背景 然后会踏入到理财型youtube上 就以研究股市为乐 也是相关背景的 就先保密保持一下神秘感 没有啊你都真面目是人 有很多人是会戴个面具或是做个 真的假的 很多youtube不是都指出声音之类的 好 那讲财经的还好 好我们刚刚在讲到是资产配置相关概念 那在这结束之前 其实清流群有讲一个概念是说 他一直认为说股市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重新团灭之后 回到了2023年的同样的一个起跑点的时候 其实股市的机会还比较有一些想象的空间 那他其实特别想要来跟大家来聊 就是股市的机会成本 他这边特别有给我们准备了两张的字卡 那可能同步在youtube上面大家可以听 可以看得到 但是也要请清流军来帮我们 顾及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 所以可能如果没有办法 对对如果没有办法看到字卡 要来帮我们顾及一下听众朋友 所以对于股市的机会成本 你帮我们准备了两张字卡 你想要说明的是什么呢 好我们看一下 请 好我们这一张我们先看一下 他就是当S&P500指数 也是美国大盘 大跌25%以上 之后一年三年五年跟十年的 报仇到底多恐怖 好来来告诉我们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好你没有看到这个颜色 是 颜色上面只有哪一个是红色的 我你知道我 是不是只有 我看到了 -6.9% 是 唯一一个 其他都是什么 满满的什么颜色 绿色 对 但是你要讲这个绿色其实是上涨 因为美股跟台股的状况是比较不一样 美股的绿色表示是涨 然后红色表示是跌 没错 所以只有一个是跌的 是 所以当股市跌这么多 之后的一年三年 再长期的报仇率是非常可观 跟很惊人的 如果你因为这种 在世的这种言论 要进场 殖利率很高 我懂你的意思了 所以其实以过去这次 是将近有十次当股市前一年暴跌之后 隔一年其实平均的涨幅是百分之二 超过两成百分之二十一点六 平均下来 平均下来总平均是超过两成 所以大家现在我们就在想说 那当2022年跌超过熊市的情况 25%以上 那现在今年其实如果按照过去统计的话 其实会有超过两成的一个涨幅 那如果到了三年其实超过百分之三十六 然后到了五年是超过了百分之八十三 嗯 所以你有把握把你资金投资到债券 能够打赢这个报仇率吗 啊 特别是你当你那种战略性资产配置 动态平衡的时候 懂 你知道一挪下去你的比例一条 万一将来后悔怎么办 OK好 那时候怪谁 OK好 所以这张图表很很珍贵哦 这个是我们统计了将近十次 当前一年股市大捷的情况之下 隔一年的收 呃报酬表现 其实都有两成以上 对对对对 一年来说 平均是只有一次唯一的例外 就是 200 就是金融海啸的时候 2008 2009的那个时候 对那一年 就是唯一一次的例外 可是其实他到后头 也是涨回来了 嗯 到了五年之后也是超过百分之六十一 这是唯 当年唯一一次的例外 要办其他 其实全部都是双位数的正报酬 好 这个是统计数据 这不是口说无凭 这是统计数据直接给大家 好这是有关于股市机会成本的第一张图 那第二张图你想跟大家解释的是 好我们看下一张是 也是投资S&P500指数 嗯 然后我们看一下是从 02年到 2022年 20年下来 嗯哼 如果你 全程投资参与市场上涨 年化报酬率是 左边这个 最长的这条 9.4% 嗯哼 可是你知道错过什么 最好的十天 你的年化报酬就变多少 什么叫做最好的十天 就是在这段期间 股市单日上涨最高的报酬 错过十天 嗯 你的报酬 年化报酬从9.4%掉到多少 5 5.2 没错5.2 嗯 嗯哼 这个柱子 嗯 不见了多长 4%多 对不见了很长 就从总报酬来看的话 嗯哼 对 可能将近一半以上消失了 对 这错过什么 最好的十天而已 是 那万一这十天有几天 发生在今年怎么办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那你可能就要变短了 嗯哼 是吧 总资产的累积速度就变慢 是 你财务目标达成的 渴望度嘛 对 达成性概率也变低了蛮多 对 就是因为你这样去 想要择时进出债市跟股市 我懂了 OK就是 其实以最左边这样的一个概念 他其实所想要传达出来的是 你不要去做任何的 挪移跟动 嗯 从头到尾都在市场里头 以这样的一个统计来说 他其实是超过二十年的 嗯 超过二十年的 那在这二十年过程当中 你不要做任何的 更动 进出 转换 嗯 如果你持续的停留在市场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你可以达到的 凝化报酬余是超过百分之九 是百分之九点四 嗯 没错 但如果你有去做 然后去做一些 进进出出 进进出出 说其实 你会一直一直的往下 你的报酬 会一直一直的往下降 这个是 这同样也是 呃 统计数据直接探给大家看 嗯 当然错过最好的十天了 就赔了夫人又折病嘛 嗯哼 万一那在市 那个充膨没掉 然后利息没降 那边也赔 嗯哼 那万一这边又错过 那你就是两边烧嘛 嗯哼 对啊 这是最不好的情况 好 其实这两张图 给大家的概念蛮简单的 但是大家过去可能没有去思考过 或者是说没有数字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们就说你一定要一直在厂商在厂上 但因为大家都很爱主动行进出 所以主动行进出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刚刚的第二张这个柱状就告诉我们了 就是如果今天你同样 从头到尾到市场里头的20年 你可以拿到的是9%的年华报酬率 嗯 但如果你有去 呃 进进出出进进出出 然后你又错过了那个 股票表现最好的那十天的话 你的报酬率会瞬间降低到5% 所以啦 就是再次告诉大家 不要随便轻易的配 就是配置做下去就做下去 不要轻易的去做更动 应该说现在很多散户他本身就没有资产配置的概念 嗯哼 他们就是把资金这种到处什么啊 这边放一点 对 哪边挪来挪去 或产业轮动 嗯哼 就前几年比较流行的 现在就是股债这样轮动 嗯哼 或市场这样 什么新兴市场 美股啊 台股这样变来变去 对 我觉得 我觉得观众朋友 或是听众朋友很容易 或者说投资人很容易 碰到一个状况是 尤其是像现在你领了年终奖金 我们最容易就是看现在大家 什么什么夯 然后拿到一笔年终奖金 我就会往哪里去做 买一个新的部位 对对 买一个新的地区 买一个新的资产 其实很容易发生 嗯 那轻松拒绝的不可以讲 没错 那如果是这样哦 好 我今天上班族 我领到年终奖金了 那你会建议他们如何用 ETF来 挪动 或者是说来配置 他的年终奖金 现在你的想法 你会怎么样跟大家说 一定一开始就是想好自己 风险承受度 你自己能忍受多少的资产 在那边波动 那设好自己 适合自己的股债比嘛 嗯哼 可能你比较年轻 风险承受度大一点就8比2 嗯哼 你可能要退休了 那你就保守一点 6比4 5比5 4比6这样 那设好之后 你就是坚守那个配置 对 不要再因为一些 什么市场的 闲言闲语啊 或者是谁说 什么好 哪当好 哪个标的好 你就随便调动 你的资金的配置 嗯哼 你当初设额 你就坚守到底 嗯哼 然后定期可能每年再平衡 或资金投入的时候 顺带 把它再平衡 拉回原来的比例 嗯哼 或者当市场发生一些 剧烈变动 可能原本6比4 60%跟40% 你发现有超过5%的变动的时候 你也可以主动再平衡 嗯哼 这三种情况 嗯哼 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主动 是指主动再平衡我们的趴数 欸对对对 而不是主动再去找不同的资产 嗯哼 那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呃 你其实也 今天我们在讲说 大家对一些债券的迷思 你之前你有一个想法是说 我们过去都会认为说 美国的职利率的 就是联准会的利率 跟一些债券市场利率 应该是很同步的 他涨到 他涨我们就 债券也会跟着涨 但你说其实如果把 历史数据调出来 并没有大家想像中的这么同步 这是什么想法呢 我们有带一张字卡 也是要来跟大家说明 嗯嗯 好我们看一下 对吧 就大部分市场论调就觉得 哎 联准会升息 嗯 那么债券就会干嘛 联准升息 债券也会跟着 利率也会跟着商 利率的部分 对 大家会觉得 债券殖利率会跟着上涨 嗯 然后债券价格会跌 对 然后大家觉得 今年联准会 或明年联准会降息 嗯 大家就会觉得 哎 债券殖利率就会跌 对 然后那个 债券价格就会上涨 对 那中间市高干嘛 你要有一个 第一步要对 这个条件才会成立 什么意思 它结果才会发生 什么意思 就大部分 很多人会忽略这个 他们以为联准会升息 那 常债的殖利率 就会跟着涨 嗯哼 联准会降息 常债殖利率会跟着跌 对啊 但很多人都是这样子讲的 其实不是 我们直接看这张图 好 先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图 红色的线跟蓝色的线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还有这张图到底在说明什么 呃 蓝色就是联准会设的联邦基准利率 是 他们的目标的区间 他们 就它升降息的 要锁定在哪个percentage 嗯哼 那红色 刚好就是 十年的 公债的殖利率 是 我们看一下它有 同步变动吗 呃 哇 从2000年到现在 是 钓给大家看 是 长期可能是真相关 对 对啊 是啊 长期真相关 那短期你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从2000年那时候发生什么事 就最左边的那个 嗯 框起来深色的那个 那时候911发生嘛 嗯 然后网路科技泡沫 嗯嗯 有点通货紧缩 那时候联邦利率是 断崖式的下降 嗯 是 他就一直一路降到什么 大概2014年的时候 嗯 没有2004年的时候 那时候降太多息了 资金大量涌入那个房市 对 造成当地美国有点泡沫化 是 那物价一直涨 联准会看到 欸不行 物价涨那么凶 他就开始升息 是 升到大概 08年的时候 发生什么 房市泡沫化 金融海啸 嗯哼 然后市场经济大跌 对 联准会看到 赶快降息 降到零 一路上降到底 嗯 然后后来又维持一段什么 零利率 是 好我们就 专看2004年这段好了 嗯 当时就是物价一直涨 联准会升息嘛 对 从1%拉到了5%以上 对 从1%拉到5%以上 对 好这段期间我们看一下 那个蓝 红色的地方 他有跟着同步变动吗 没有 是吧 而且还有一小 那时候的公寨大概就是维持在4%上下 嗯 而且上上下下 还可能会跌 OK 债券价格还可能会跌 嗯哼 所以 就两三年的期间 不一定会同步变动 哦 好 呃清流军包 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字卡 是要来 讲这个美国的殖利率跟公债之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到 欢迎回到世界一把抓的节目现场 我是芷娟 现在我邀请到现场的是清流军 呃 或许哦 有些听众朋友有时候会觉得今天的节目有一点点难 但是我觉得 他那时候是有的一些思考的背后逻辑 这是我非常非常想要带给各位听众朋友的一些想法 大家可以回去 反正我们YouTube也可以重播嘛 大家可以多看景片 好 那刚刚讲到了 就是 呃股票 还有一些债券相关的一些关联 那 呃 还想要来继续来问一下清流军 你你你你特别准备一张字卡 你一直想要跟大家说明的是 债券的殖利率跟你一年之后会得到的报酬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有准备一张字卡 这张字卡当中 怎么样可以证明你说现在的 预期的殖利率跟你一年之后的报酬 之间的关系 这个部分 好我们看这张图有两个颜色嘛 它的线 蓝色跟橘色 那我们的蓝色就是我们 投资债券当下的殖利率 是 到期殖利率多少 嗯 像我们看到可能4%5% 我们很高就买了 对 那买了之后你一年报酬 我们看了就橘色的线 嗯哼 那我们看这橘色的线跟蓝色的线 你一投资一年报酬 那波动很剧烈 你可能以为 哇哦 你可能以为是4-5%的报酬 下一年可以获得 结果呢 可能亏个20%都不知道 你要先跟我们来解释一下 这张字卡是统计 多久是怎么拉的 嗯 嗯我们就是 过去美股这100 在将近100年的时间 哇 嗯哼 可能从某个10点开始 我们投资债券 现在的殖利率多少 对 可能现在可能4-5% 我们一买 买下之后 我们再对到橘色的线 对 橘色的线就是我们 投资那档债券的总报酬 是 这边我们用10年公债 藏债来回测 对 你会发现 你买可能 债券殖利率 当下买是4-5% 没错 结果 橘色的线 可能大涨 可能大跌 啊 波动很剧烈 嗯哼嗯哼 好 我觉得这张 看到这张新店图喔 各位听众朋友 应该会非常有感 就是 而且这个我们是 以10年期公债殖率 我们还不是以投 就是公司 投资级公债 波动更剧烈 我们这个还是用 相对来说 应该是已经 比较平稳的 10年期公债 的价格走势 就是来给大家看喔 大家应该会觉得 这很像一个新店图 蓝色的条件就是 当时你买进去的利率 就类似现在的一个状况 就大概4% 5%以上 嗯 你以为 价格 就是你想像中的 甜甜的价格吗 但你要知道 它的价格波动 其实是非常剧烈的 所以 它没有大家想像中的 这么的 平 对 常债它是风险投资 它不是那种 保守稳件投资 大家要记得 好 那除了公债之外 其实大家像也很多人说 那 那我除了要稳 要有漂亮得值利率 然后 呃我也想要有 一点点 报酬可以赚 所以其实也蛮多人 会选择投资等级债 就是企业的 投资等级债 就是信用平等 可能是3个比以上的 这种投资等级债 嗯 你认为公司债 也有一些大家 要注意的一些 小小的迷思 没错没错 你要提点大家的 大大的迷思 好来 嗯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嗯 就大家会觉得 欸我们就用公司债 值率率比较高 来取代公债 对 这样会发生一个很严重问题 我们看回测 好 那我们回测 我们投资组合1 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用6比6比4的股债比S&P500指数搭配5到10年期的美国公债 嗯 那第二个投资组合就是S&P500指数搭配5到10年期的头等的投资等级的公司债 嗯 好这两个投资组合这种长期报仇 这个字有一点点小所以你要帮大家念出来 好我们看一下 那投资组合1 大家都是6比4 嗯 我们看一下S&P500指数跟那个5到10年的公债 他年化报仇是7.94% 嗯哼 那我们把这个公债换成头等债会发生什么事 对什么事 结果报仇只上升了0.0多% OK 有没有发现只上0.05% 然后波动剧烈非常多 导致什么 最后风险调整后报仇是降低的 哦 懂 所以你为了这种 再多一点殖利率 多承担这个所谓的公司债的信用风险是不划算的 好 CP值是降低的 好我们这一张图其实我们同样都是以6-4比 来做一个 嗯 那6还是放在股 但是40是债 但这个40的债有分为公债跟投资等级债 还不是非投资等级债哦 是投资等级债 同样是6-4比的状况 大家都是5-4年期 大家都是5-4年期 然后做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 如果你做最保守的这个公债来说的话 6-4比得出来的报仇是7.94 可是如果你做再多承担了一点风险 你做的是投资等级债 做出来的报仇是7.99 没错 然后波动这个标准的插方是增加蛮多 导致这样相处过后 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概念 会跟我们原本理解的概念比较不一样 我们或许会觉得说 我已经承担了一些企业的一些风险 那我应该要能够拿到比较高的报仇 为什么跟我们想法不一样 好我们看下一张图 嗯 根本性原因在这边 嗯 好我们看一下 最后我们看这三个东西的相关性 嗯 因为我们投资组合这样一搭 嗯 资产配置一搭下去 相关性会影响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联动性 什么意思 嗯 好我们就这边举例 好 好我们看S&P500指数跟什么 跟5-10年期头等债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是0.65 年度相关性 0.65 嗯哼 可是呢你股市跟公债也是负相关 嗯哼 那我们投资组合很需要什么 股债之间的负相关 对 如果你去搭所谓的正相关 反而是什么 他们是同涨同跌居多 它 你某种程度来还是可以把它想象成股票啦 对它就是一种股票 那波动反而会跟股市通涨同跌 导致投资组合配到的标准差会变高 OK 那报酬反而没有那么高 OK 只增加了吗 0.05%这样 哦 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懂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过去我们都觉得说哦 股票债券六四笔 然后觉得我的债我有 我有买到有一个债字的就可以了 其实没有哦 公债投资等级债非投资等级债 非投资等级债 虽然都有一个债字 但它的根本的逻辑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那金融君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概念是 如果今天你要做资产配置的六四笔 那么你的四的那个债 就请你放去和股票是负相关 关联度比较不大的公债里头 对公债 我们债券就承担一点信用风险就好 承担利率风险 嗯哼 那债券不需要承担信用风险 我们用股市风险 嗯哼 就可以赚到报酬了 我们就不需要这个 对公债的信用风险 所以如果今天你把你的那个 40%的债券比例放到的是 投资等级债里头 嗯哼 那其实它跟股票本身的相关系数 也是不小的 嗯 所以其实你原本期待 呃可以做出的 就是股票涨 然后债券 呃跌 但是股票跌债券可以涨 这样子你原本期待要达到的一个效果 其实会被打折 对你反而没有控制到风险 我们当初资产配置股再搭配就要控制风险 嗯哼 希望可能在像疫情来的时候 股市大跌债券反弹 嗯哼 保住我们保护我们投资组合 安全避风感 嗯哼 可是公司在没有这种回事 好 呃各位听众朋友应该觉得今天的收获非常大 我们最后两分钟的时间 我们快速的来帮大家稍微统整一下 首先第一个 金融君你认为 嗯 现在 并不是一个买债券的好时机 最后统整给大家一下 你想法 应该不是这么说 就是你当初设定好 就坚持下去 嗯 不要因为大家吹捧债券 你就随意跟动投资组合 嗯哼 嗯好然后 你有买这还是可以买 然后股票的这个部分 在团灭之后 今年你的想法 嗯 因为股票我们刚刚看过统计数据嘛 嗯 只有一个是负的 其他都绿色的 嗯哼 都很棒 嗯哼 所以我们 投资股市的人就保持乐观啦 嗯哼 长期持有之下 我们还是有非常可观的保仇率 然后你也特别再三提醒大家 不要乱动你的资产配置的组合 原因是 嗯 因为我们一乱动你的风险就变了嘛 嗯 当初设个8比2 然后变成4比6 也很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 嗯哼 再去那边没有赚到价差 嗯哼 反正错过股市大涨 那两头烧 嗯哼 然后你的 两头空 对啊这样不好啦 嗯哼 那最后一段 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公债跟公私债的本质 其实不太一样 这个部分再帮我们提点一下 嗯 因为 我们投资公债只承担什么 信用利率风险 对 就我们公债的价格会怎么波动 是看它的利率 值利率的变化 嗯哼 那你投资公司债 不只承担利率风险 还多承担了信用风险 对 就可能公司会违约 那这个信用风险跟股市风险 是联动性非常大 嗯哼 所以你一根股票搭起来 股债一搭非常不搭 哈哈 股债一搭非常不搭 有口令 然后把那个债券一涨 股市也涨 债券一跌股市也跌 这样没有什么保护作用嘛 OK 对啊 好今天我们给了大家非常非常多的想法 那也给了很多历史回测的数据 嗯 想要来跟大家印证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很好 反正就是 多给大家一些激荡的火花 嗯 让大家可以来好好的思考一下 在2023年你的投资布局 到底应该怎么做 但是老话那一句 不管怎么样 都请大家留在场上 诶对 留在市场 保持乐观啊 对 留在市场保持乐观 然后主要我们 以金融局推广的是 用指数型投资为主 嗯 然后重点是 达配资产配置 然后要记得再平衡 诶对 蛮重要的 好那相关的一些信息 可以来参考一下YouTube 我帮你来吃一下粉 好不好 可以看一下他的 YouTube频道 大家都可以来看一下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 让我们跟他 按赞订阅 对对对 按赞订阅加粉 我们news98的哦 祝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